三重有个压压地景公园 芦州陈炉桥下的河滨公园 现在也出现了彩绘美景 新美市政府高摊地工程处 特别是将桥柱的部分 变身成了美丽的海底世界 陈炉桥下的河滨公园 每到假日就成了亲子出游的最佳景点 新美市政府高摊地工程处 特别在过年前将桥柱 打造成美丽的海底世界 这边其实我们希望说 带给我们的河滨 这边有不一样的那些 就是一些多元的色彩 那因为我们这边也靠近 我们的微风运河 那本身假日也有很多的 那个民众会来做水上的体验 那这边有竹节站 隔壁又是我们的五谷湿地 那里面有很多生态也很丰富 就是有鱼类啦 蟹类啦 还有很多人鸟类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想说带一点 海底世界的那个氛围进来 热带鱼类海龟大鲨鱼 站在海景相当赏心悦目 除了桥柱部分美化之外 高天地工程处表示 目前微风运河周边 都会持续进行改建工程 希望公园整体设备是更安全 目前微风运河周边 有做一个设施的改善工程 因为经过去年 有两次的大台风 那也为了配合 未来有四大运的那个场馆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就马浮动码头的部分 还有户外的部分 会做一些改善 也让我们民众来假日 来做水上体验的时候 能更安全设施更完善 市府单位美化设施 不遗余力 让平凡的桥柱大变身 成为公园内的新亮点 记者方建凯 戴华 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